谢谢 八年前 感恩所有的新北市民 让丽伦有机会 承担成为第一任的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朱丽伦 最后一次在新北市政府 以市长身份致辞 卸任之后的动向会是如何呢 他是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 角逐2020总统大选的人选 会不会投入准备工作 他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当然2020是很多民众都期待的 我的目标也很清楚 就是2020为台湾打拼 目前国民党还没有进入初选 那我先充电说学习 到各地看看 听听民众的新声 朱丽伦的目标确定会朝着2020的总统大选 打拼 目前国民党还没有进入初选阶段 他个人这几天会先陪伴家人 接着筹备工作室 开始个人的充电学习 到国外进修 或是到各地看看 听听民众的新声 都是他的计划之一 渐渐各界人士 各领域的朋友 大家对台湾对国家的未来 都有很多的想法 那我们共同发掘台湾的问题 然后发掘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 那不但是国内 我觉得将来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到国外去 因为现在台湾必须要跟国际接轨 跟国际竞争 那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都把我现在的规划想法 跟大家做报告 第一次在媒体前 朱立伦说出为自己设定的2020目标 拿着花束欢送他的市府员工 还有支持群众给予最热烈的回应 沿路欢送他离开市府 伴随的是欢呼声和加油声 高呼相约2020凯道舰 此刻最有力的肯定 就是群众们支持他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 中家新闻林立无量贤 板桥报导